很多種不同的運動都可能牽涉到我們跑、跳 令到很多朋友或運動員最困擾的事情就是痛 而在運動錯傷裡面 咬柴相信在不同類型的網球、跑步 甚至乎一些球類運動都很常見 之前也提過咬柴代表我們腳跟旁邊的印帶受傷 導致這個地方的穩定性差了 以及會出現痛症 當你去到後期慢慢好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痛已經不是最大問題 反而覺得腳腕好像不太穩陣 好像發不到力 或者覺得跟另一邊比較有一點力不從心 好像比較軟一點 以下我就會介紹一個訓練的動作 去強化我們的腳旁邊的肌肉 亦都是在咬柴之後必須要做的 為甚麼呢 很多時候咬柴都會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或者我拔開一個橡筋帶 大家看得容易一點 我們通常咬柴就是這樣 插到腳 而這樣插到腳之後 這裏就會扭傷 如果我旁邊這個肌肉 在它未插到腳之前 馬上收縮 放回你的腳 那我就不會咬柴 或者一些慢性習慣性咬柴的朋友 為甚麼別人走的路又沒事 你走那麼容易會咬柴 因為這個肌肉 它的反應慢了 它不可以在短時間裏面收縮 將你的腳腕擺正 即是說如果我強化到這個肌肉的話 我的腳腕就會穩定一點 反應好一點 再受傷機會也會減低 而且你覺得整體腳會實正一點 接下來我就會用一個橡筋帶 去做一個這樣的強化 首先我們找一條有彈力的帶 你可以用一些長的捲起來 又可以綁一個裂 或者我這種一個圈 專用來練腳腕也可以 兩隻腳就擺到一個 跟我們那個盆骨距離差不多的位置 想訓練那隻腳 你就最好用毛巾 佔住膝蓋 讓膝蓋不用那麼大壓力 放鬆一點點 當做的時候 你就想像一下腳板和腳趾 向外邊這樣反過來 你會發覺 如果留意我這位同事 你會發覺當他做對的時候 這個肌肉本來是圓的 凸出來的 就變成平 我們放鬆 留意這裡 好 向外 你會發覺這裡 這個肌肉已經收縮了 繼續 向內 向外反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一條 我們再做三次 留意這條肌肉 好 還有兩次 OK 好 米少少腳趾向外 對了 你做得對的話 你應該發覺這裡會很累 但有些朋友做的時候 可能他沒有留意那個細節 他一向外反的時候 就咬起腳 翹起腳 你會發覺 都會有些感覺 但是會加上前面的肌肉 其實我們不想 不需要有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路向外翻的時候 腳趾都是向著下面 不要翹起腳趾 就可以有效強化到我們這個肌肉 以這個肌肉的名字 就叫做外翻肌 向外的外 翻就是翻滾的翻 外翻肌 就是幫助我們腳碗 快點放正 防止咬柴